大家好,我是帕西 这是来自MinuteForum的UM690 一台搭载了MD-Rion9 6900HX迷你电脑 这是它的机身接口 其中前面的USB4最高支持输出8K60Hz的画面 电源输出最高为15W 所以使用一条双头USB-C 通过它我可以给我的便携屏供电并且输出视频信号 只不过得拖着这么大的电源 然后USB4它只能输出电源并不能输入电源的 这点告知大家一下 接着就把它拆开吧 拧开底部的螺丝就可以拿下盖板 里面有两条金士顿的DDR5 8G内存组成了16G 频率为4800MHz 在它的上方还有一条固态硬盘 拆开散热链可以看到是金士顿512G PCIe 4 再给大家看看DDR5与DDR4的区别 其实大小是差不多的 主要的区别是金手指的缺口位置不一样 然后它的盖板这里可以装一块2.5的硬盘 使用两颗螺丝就可以固定 6900HX这颗处理器呢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核显680M 据说性能是相当于英伟达的GTS1050Ti 不过有网友说得用6400MHz的内存条才行 那我这边是4800MHz的 所以可能会弱一些 开机进入BIOS 这里面可以调整核显的显存 我这里给它4G的显存 如果把BIOS升级到最新 是可以视制为8G的 不过这里才16G的内存 有8G的选项也不可能去用它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都是4G的显存的 首先来看一些跑分 Geekbench 5 单核1615 多核9552 旧版鲁大师总分60万 3DMark Time Spy 2753 硬盘写入速度2100多 读取速度3200多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游戏表现 这里我测试了非常多的游戏 所以时常会比较长一些 如果你不关心它的游戏性能 可以拉动进度条跳过这部分 原神在这上面的表现感觉还不错 1080P中等画质 大多数时候50多帧 看来要从这边爬 小心那些掉落的冰块 好 准备好了吗 上吧 这些游戏表现 尽管 你不在市场里的游戏 尽管 那些游戏 尽管 尽管 不在乎 不在乎 尽管 你不在乎 大事 不在乎 不在乎 刀 也不在乎 不在乎 这个人 已经不在乎 只剩下 了 那是 那是 不在乎 那是 你 他可能在那裡 那些可能是這個 有些人 這個人 有些人 這就是我 我這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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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取搜防爆 继续前进吧 继续前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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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游戏测试就到这里吧 接着我们来看看它的视频解码 继续前进 继续前进 结果下来发现8KAB编码这边是不行的 没法流畅的播放 这边是6900HX的680M 继续前进 调用GPU导出视频 好像是一直存在的问题 继续前进